修道人要有则法眼 才能选择何为正法、何为邪法 正法就是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 这是修道人的六大宗旨 以此宗旨去修行就是正知正见 邪法就是有争、有贪、有求、有自私、有自利、打妄语 有了这六种心就是邪知邪见 正邪的关键在于此 所以这是正邪的分水力 向前流失正法、向后流失邪法 这一点大家要认清楚 如果没有邪知邪见 不论魔王如何来扰乱 而你的定理坚固 不会动摇你的道心 所谓佛来佛斩、魔来魔斩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教你不要执着境界 就是佛来也不接受 何况是魔呢 在境界中的预兆 虽然有时很灵验 可是不要相信 那么要相信什么 就相信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妄语 这六种宗旨 就是六把斩魔剑 降魔除 有了这种的正知正见之后 就算有天人现身来供养 来叩头 也不动心 如果一动心 或生出欢喜心 欢喜魔便得其方便 乘积而入 来扰乱你修道 令你发狂 若生忧愁心 那么忧愁魔得其方便 乘积而入 来扰乱你的心 令你烦恼 或者动了执着心 或者动了我慢心 都会受魔来扰乱 使思想不清净 所以 无论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境界 不要相信 不要动心 要相信自己的智慧 要明白自信能生万法 明白自信本来清净 明白自信本无染污 明白自信本不颠倒 若能这样 还有什么渴求呢 凡事有所求 就是染污 有争 有贪 有自私 有自利 打妄语 都是染污 无论什么法 可以用这六大宗旨 来衡量 来观察 作为尺度 何者是正法 不何者是邪法 这六大宗旨 能破天魔外道的邪知邪见 天魔外道 所经所作 皆有所求 总是在争 贪 求 自私 自利 妄语中打主意 一切为自己 而不为他人 这就是旁闻所道的思想 修道人 要行所无事 积功累行 不可执着 所谓扫一切法 离一切下 不可说 我有什么功夫 我有什么修行 或者我有什么境界 我有什么神通 就算是有的话 都是虚妄不实 不可相信 勉上其大 若相信一端神通 就不能成就正定正受 要晓得正定正受 不是从外边得来 乃是从自性中所生出来 怎样能生出来 就是回光返照 返求诸己 才有成就 万佛圣城是万圣集会的地方 可是在四周 也有魔王在等待机会 如有修道人的心不清净 静打妄想 魔王就入奇窍 做你的顾问 譬如令你先知 今天尚未发生的事 你若认为这是神通 就上了魔王的大档 作为他的眷属 不要听到一点声音 便认为虚空在说话 虚空本来无言语 所谓离言说相 离心远相 假如听到虚空有声音 那就是魔的境界 不是大人静置 所应该有的 为什么要担着雕虫小技 这是没有出息的行为 修道人 心要清净 不要贪图欲先知道的事 先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反而有麻烦 令你分心 精神不能集中 无法专一来修道 妄想纷飞 烦恼重重 不知道 不烦恼 极无挂碍 在心经上说 无挂碍骨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揪尽涅槃 这才是修道人 所去向的目标 宣化山人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